魔术师把科比杰班人拉赛尔送到篮网队,就是在给狼左鲍尔球哥腾出空间,上赛季球哥场均34.2上场时间,交出一份10.2分6.9篮板7.2助攻的数据, 球哥的菜鸟赛季确实很不错,可惜球哥始终背负17届榜眼的身份,除了受伤不能打比赛的状负尔兹外,球哥和后面圣外的球员力比较,确实有一点寒酸了,不是沃顿不给球哥机会,上赛季球哥不敢攻击篮筐成为诟病,迎来很多质疑,不过在球迭威武的嘴抛下,全部都给震压下去了,沃顿倒是背了大黑国, 没有得分能力的空位,很难走上顶级空位的舞台,忽然榜眼球哥,不是第一次被侵蚀了。 库里,利兰德,威少,保罗等等先一号位,老一个不是拥有爆炸得分能力,球哥不想攻击篮筐很难完成宏图霸业,必定会成为忽然放弃的对象。 不久前,史蒂夫那时就告诫球哥,有得分能力才能更好的助攻队友,才有资格成为20加10的全明星球员。 可见球哥真要努力了,然而近日NBA第一神社受雷阿伦接受采访,面对鲍尔和西蒙斯,你更愿意叫谁改善投篮,的话起,雷阿伦再给球哥一次痛击,雷阿伦没有任何犹豫选择了西蒙斯,连NBA第一神社都不愿要球哥改善投篮。 可见球哥存在的问题,有多严重,因为雷阿伦给出的理由很扎心,雷阿伦至今保持NBA力是三分球命中输罪,高纪录,作为一个传奇级别的神社手。 雷阿伦没有因为球哥现在是詹姆斯队友,给出一些俄语奉承的言论,雷阿伦直言球哥的投篮姿是定型了,虽然有一定进步空间,但是雷阿伦没有把握能帮助球哥进步多少。 雷阿伦很坦诚表示,不喜欢,将一个职业球员的投篮姿势并完全改变,西蒙斯可以改善投篮姿势,可是球哥只能用改变来形容。 球哥传组的投篮方式确实很诡异,连前NBA得分手奥里纳斯,都深入分析球哥的投篮姿势,连也表示球哥很难成为一个高校得分手。 湖人球哥在一次被轻视,退役的得分手,神射射都对球哥的投篮姿势感到无助,可是球哥仍有前辈可以拜师学义。 马里昂是缩小版的三八足及时投篮,出手之高点要比球哥更低,同样是诡异的投篮姿势,却不能小看马里昂的命中率。 马里昂生涯罚球命中率平均值是81.0%,投篮命中率平均值是48.4%,三分球命中率平均值是33.1%,另外,马里昂投篮命中率曾有7个赛季超过50%,三分球命中率最高是39.9%2001-02赛季。 这些数据说明马里昂即便不是一个正规的投手,可是命中率并不必那些投篮姿势正规的球员差。 球哥不想继续被轻视,完全可以通过马里昂的投篮经验,去改善个人的投篮问题,并不需要完全改变投篮姿势。 球哥为了能够提前兵占星赛季,决定切出受损的半月板,这将会对球哥今后的运动能力造成一些小困扰。 所以球哥必须要把投篮能力改善,不然今后的生涯真会很惊险。 距离篮筐越近都得分方式,不仅要像詹姆斯一样冲刺进区,还要像詹姆斯一样不要影响本内线球员的进攻空间。 球哥比起詹姆斯最吃亏的是身体,有传球视野固然好,没有得分能力一切都会成为失望。 你们认为球哥能拥有马里昂那样投篮命中率吗?